10月9日晚上的《鱷魚談》 剛剛當我錄錄這個《立領扎》 殺敵香港政府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信息 香港的特衰、仆街、混蛋、吊氣、老母 死全家、黑警 已經捉了二千多個抗爭者 而當中有七十多個 是因為立了蒙面法之後被人捉到的 你們這些混蛋 將警力去捉一些無辜的香港示威者 濫捕 甚至近期看到一些訊息 全部捉一些身材都不過五隻的 全部都是未成年 看這個款式 隨時有機會是中一的方蚊仔 甚至是小學雞六年級的小朋友 更加令我意粉弦鷹的 就是你們這些混蛋 不要美女你不要捉 跌博的又捉 大波的又捉 短褲長腿你又捉 總之樣貌捐好身材玲瓏凸 你們這些混蛋就好像速龍結了小朋友 撲過去去捉他們 借一些椅子又拿球 又在地上抽水 你們這些混蛋賤人 香港的市民 不是你去東莞叫雞 大肆這樣發洩你的手辱 混蛋 看回很多的數據 邱班警察犯的最多的罪行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 就是非禮和強姦 你們這些混蛋 是不是假公制私 執法為名 非禮為實 見到美女 你就捉 混蛋 雖然到七個月大 羅那麼大肚子的女人 你都去捉 是不是看得AV多 看得變大大多 忽然了上腦 我屌你老母 這些警力 就浪費了去做這些 不肯聽使 捉小朋友的 這些按鈎動作 好了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 金、銀、錢 可以自由流通 市民可以隨時隨地 都可以禁止到錢 做到一些投資 或者將錢轉移去不同的 它指定的方向 過去這個weekend 大家都會見得到 很難多的地區 警方和政府就說 受到示威者的惡意破壞 自動跪圓機被人破壞 打爛一些的螢幕 所以有見及此 勸喻了這個中銀 全線去關閉 不要讓人家去破壞 他們的outlet 破壞他們的ATM machine 拿來不賺錢 我很難想說 既然香港的金融 是我們的命脈 為什麼你不找警力去 手掌著每一間銀行 手掌著每一部自動跪圓機 保護香港人的身家性命財產 而走去欺負小妹 抓小孩 搞大賭婆 那些警力是怎樣去運用的呢 你那些坐訪的白衣 吊起老母 驅逆指揮官 你的老生在分周到的 只是去吊起老母 叫你的手下 去抓那些美女 金融的東西你不保護 搞到整個weekend 整個觀塘區的中銀行 也不賺錢 jam.dot 現在說交租給我 吊起老母 他都找不到中銀行機 交租給我 吊起老母 然後吊起老母 匯豐又不賺錢 我就很奇怪了 關你匯豐有什麼事 我們吊起老母 我們的示威者 好像沒有碰過匯豐的自動跪圓機 為什麼匯豐的很多自動跪圓機 不賺錢呢 我都很賺錢 好了 直至去到今天 仍然呢 有很多地方呢 是禁不賺錢的 今早早 有個老友 扔一條短片給我 仍然呢 很多的中銀的自動跪圓機 是禁不賺錢 為什麼搞到這樣的情況出來呢 我都很賺錢 同時之間 我們收到很多的一些短訊 又說呢 香港呢 就會利用這個緊急法 然後呢 就限制我們香港人的禁錢 甚至乎呢 將來發展到呢 我們的資金 離開我們的香港的境外 境外呢 出去境外去 去別的地方的一些transfer 都要受到一些的管制 這樣 那看見有機器你好禁了 不然你的身家證明財產就沒有了 這樣 我就很擔心這個情況 所以我也是打電話去 馬上問我的老友基 KC Sir KC 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 是不理解嗎 KC呢 就說 不要那麼擔心 他又覺得呢 這個林併月娥呢 和他一眾的那些 那些全家產高官 十一哥 這個賤玉環山的鄭玉華 屌你老母 賓州那樣的樣子 整隻龜那樣的全家產 這個的葉國謙 你老母 比加超 那條眉子 整褲太鑑相 還沒見過的男人 那個苦瓜哥的樣子 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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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性節來到 你最適合扮 比加超 就是扮一件發財的白毛相 你的白頭 那樣子 苦口苦臉 你老母 那麽現在 你無端來頭 又做這些傢伙 雙刃劍 你搞人 人搞你 人家呢 就去借助緊急法 就很多的留言 去死起了 因為緊急法 所有的大權 都立 全部掉了 你們手上 你說進春代誓 你又不准他出街 你老母 你說真心教教主 好色超過樣子 就馬上抓他打把 你又不准一下網台發聲 葉國謙就說 這麼忙 我屌你老母 更有甚者 他説 你用這個緊急法 可以捉夠美國的僑民 白狠狠狠狠狠 既然你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 就自然有很多問題 我怎麽知道你臨病 我又不肯是你看到裡面 一條的精蟲 我怎麽知道你在想什麽 你說想怎麽又怎麽 真的不小心 你真的禁我們 禁我們限制 我們禁錢 禁我們拿多少錢 離開香港 你真的有很多可能 那謠言就滿天飛 很多的金融大惡 國際大惡 就看著你來打 只要說真的 你懂得用這個fake news 人家也懂得fake news 搞夠你的香港政府 是不是 那麽好了 同時之間 我亦都打了給我電話 給我這個金融好友方展博 問一問他 喂 基思長這樣看 你又同不同意呢 方展博也都很語重心長跟我說 我暫時在數據上面 我看不到香港的銀行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很嚴峻的 缺水的問題 不過他就想建議我 就看一看一條短片 就是這個孤空大王 Kyle Bass 前一陣子接受一個訪問 他說香港現在 其實是一個金融風暴 perfect storm的前奏 所有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 perfect storm這套戲 他說天氣的異象 很多的成因 加加埋埋 是呀 符合所有的條件 才可以做到一個perfect storm 就是超級完美的風暴 哇 有這樣的東西 方展博 是不是 你先看一看吧 我看完之後 有幾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會在這裡叫做假貓俊 把連結放在這個位置 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看看 而這條連結最好的地方 還有中文字幕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明白我所說的什麼 這個Kyle Bass 就說香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呢 以香港成家立業起家的condition 其實最重要是跟美國 有這個 這個叫做 聯繫匯率的政策 聯繫匯率是怎樣去出現的呢 就是當年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談了之後 很多人對香港的前途 投以不信任的一票 香港的貨幣 就即時一晚之間 貶值了50個80點 那就大想了 換句話說 你今天好像我這樣 想買這個Iron Man的figure 原本今天買的就是100元 明天買的就變成150元 你死不死 一時之間貶值了這麼多 香港人很多人都叫苦連天 當時的英國人就很聰明 就把香港的金融體系 就掛勾了在一個 美國的貨幣政策裡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升 香港就升 就好像董建華話事件 美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又美國 應該也不是 就是美國好香港好的 美國混蛋 就是香港混蛋 因為它掛勾了在它那個情況 那個monetary 那個currency那裏 那裏 所以當美國的經濟 蓬勃那時 香港的經濟 它的港元 就會變成一個強港元 好了 過去這麽多年 自從回歸之後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鄰近的國家 看著香港來打 香港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export的國家 但是 現在都看得到 香港旁邊 天津 上海 鹽田 整個中國的沿岸裡面 都有很多出口的海港 變成了香港在export這方面的收入 大股就被其他地方 開始競爭和甚至取締了 好了 而香港另一邊 就是它的servicing行業 仍然是蓬勃的 不過我們的主要 就是服務著大陸的人民幣 來到香港做一些financial的投資 accounting 買賣房地產 做一些servicing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 而當人民幣升值 換句話說 港幣就會貶值了 因為我們和美金掛了鈾 好了 大量的中國熱錢湧入 令到我們的房地產 噴噴聲升了上去 噴噴聲升了上去 我們應該要想 其實是否要考慮 和一些強的貨幣 和有這麽強大 這麽緊密的經濟貿易 合作的一些夥伴 以它的currency來掛鈾 但是香港一直都採取同一個美元的掛鈾 我們利用不到大陸人民幣的強勢 而令到香港的貨幣都會升上去 好了 去到一個situation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97年的7月2日 一回歸之日 董建華這個災星 一佔首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之後 泰國出現了一個金融的危機 曾經的香港也連累受到這個波及 那怎樣救香港呢? 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香港的息口和美國的息口掛鈾 的確是一個很便宜的利息 那同時之間 如果大家狂借港元去沽空你 那麽糟糕 所以當時的金管局 馬上將港幣一聲急扯起20%的點子 高息抗拒人們借港元沽港元 不可以在當中賺到一些油水 這種做法 可以絕對在當年的97年做得到 但是時而世逆 去到今時今日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香港的銀行 大部分的錢都借了錢給大陸的房地產 借了錢給香港的投資者 起碼50%以上是購買房地產 和其他生意的周轉 好了 去到現在 我們香港的樓價 已經變成全球首位一指最高的地方 日本、巴黎、美國、紐約 全部都不讓我們來 升高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不相信 大部分大陸人民幣借助當年的強勢 來到香港甚麼都買 買完之後 用借助香港流通的經濟體系 賣掉了我們的東西 不停地流走我們的資金 在這樣的情況 好了 只要告訴大家 再有多一次類似這樣的金融危機爆發 香港是絕對再沒有辦法 突然之間把息口抽高20% 為甚麼?大家很簡單 你每個月都要交租 每個月都要供樓 每個月都要還錢給銀行 突然之間銀行的利息一聲升了這麼高的時候 拿個帽去還錢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只要在這樣的情況 大陸又還不到錢給你 香港的小市民、業主又供不起層樓 屌你老尾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大部分的錢都是借去房地產 一聲就插水 香港就陷入一個萬劫不復之地 所以Cloud Bus所說的Perfect Storm 就是基於這樣的背景和這樣的情況之下 已經成了形 現在只靠一個金融風暴的trigger 怎樣令到香港爆煲 另外有一點它也提到 它有一點就是 香港的外匯儲備 其實是遠低於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的標準 原本的標準是4950億的美元 現在香港應該剩下4360億的美元 也都是因為在說瘋狂地走資 大家都會知道 香港是大陸的貨幣的出口 很多大陸的資金也都在走 之前的鱷魚談我都和人講過 香港已經見過曾經兌換港元的匯率 扯到7.85那麼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現在做了一個做法就是 我帶了一把錢 你要拿錢就什麼 隨便拿 我可以頂一順 但是究竟是否和我們之前的鱷魚談 所講過 我們的外匯儲備 是不是已經投資了一些 中國的一些垃圾銀行發出來的 一些美國的債 或者一些垃圾的投資衍生工具 其實我們是不是還有這麼多的儲備呢 大家都有一個Question Mark 有幾件事 我都想和大家去研究一下 近來放了一封出來 說HSBC會炒一萬個的職位 去控制這個成本 而在前幾集的鱷魚談都講過了 HSBC是一個借錢給中國的冤大頭 借了很多錢給中國 只要中國一不想還錢 HSBC都含得含得像皮糖了 咦 會不會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問題 而令到HSBC不得已 都要散減一萬個全球的職位 去削減成本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香港有什麼風吹草動 我們要試它 是不是還有足夠的存款 去應付整個市場的需求呢 很多這些的國際金融大 我們就看準這個方向 就是咬下來 看看你什麼時候放血 一放血 全世界就會取救你 前一陣子 還記不記得在9月4日 臨病月娥公佈了 永久放棄撤回 真正撤回這個 反送中的修訂的條例呢 跟著第二天 我們的恆生指數急扯了900多 近1000點 好了 同時之間 我們的廣交所出現了很有趣的問題 死伏伏 令到很多的投資員 是做不到 這一局很明顯 應該 我聽方箭博說 索羅斯正在搞 所以迫不得已 習大大 就要林鄭月娥 立刻把這個反送中修訂 割置撤回 製造利好消息 讓股票急升 除了他 又不讓他買賣 夾死他 成功把這個索羅斯趕走 現在這個凱爾巴斯又再出聲 一個人他炒不肯興香港市場 他在呼籲 大家試試 香港究竟還有沒有錢 當這一隻游海的大蘇眉 突然之間放血 其他的鯊魚就來了 所以我們相信 未來的時間 有可能很多的 關於香港金融體系 謠言滿天飛 嚇到大家 不停地要去禁錢 拿這些錢出來 我今天已經剛剛 收到一個出家人 打電話給我 究竟他們的錢 是不是應該都要轉成美金 我在坊間裏面 剛才和我的助手阿琪 剛剛拍完東西 走回來 在觀塘裏面 聽到的都是說 要將這些錢轉成美金 空月來風 來風未必無因 究竟我們香港的situation是怎樣 我想大家都期定土 還有做好一些心理準備 搞你就緊的了 國際的大惡 就看看你幾時爆煲 幾時就大膽大膽咬進去 這次咬下去 不止你只要流血 隨時見肉 脫皮 活摩山吞都未頂了 各位聽完我這一集的鱷魚談 希望大家做一個參考性的指標 看看來勢應該要怎樣去做 還有要保持一個冷靜和冷靜思考的分析 要了解一下香港將來會是怎樣 更急發你自己自掘墳墓 製造了機會被人搞咬你 香港全部人的福祉 甚至無影響中國的民徒 都是因為一個蠢的母朋友的陷家產 賤人林鄭月娥 還有他那些傻傻賤玉華 十一哥葉國謙 屌你老母 比加超白無常 搞得到我們雞毛俠月 大家是不是要生吞他們 吃他們的肉 剝他們的皮 喝他們的血呢